各位观伴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发音和字母关联的一些方法 那么今天我以五个字母为例 ABCDE告诉大家字母和单词是如何关联的 好 我们先看这个字母 那么我们给孩子看到的时候 孩子就帮我们读A 这是Letter A 好 然后我把Letter A放在这里 那么Letter A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 Letter A发的声音是爱 所以爱和A是不同的声音的 那么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字母放到单词里面的时候呢 这个字母呢并不发它本来A的声音 而是要发Apple 那么所以当孩子了解到 哦 原来A这个Letter A真正的声音是爱的时候 那我们拿给孩子呢一张词汇卡 单词卡 让孩子呢来自己发这个单词的声音 那么当我们看到第一个字母是A 那就不能读A A 理解一场 要读A 理解一场 对 那么所以这个A呢 就在单词当中呢实现了它应该有的声音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是又一个字母 那么这个字母呢是B 那么这个字母呢是B Letter B呢它真正在形成单词的时候呢 B的声音是B 所以B和B是不一样声音的 好 那我们比如在单词B B banana当中B是发B的声音的 好 那么所以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一张单词卡 让他呢把这个单词池发出声音来的时候呢 我们的孩子就会把第一个字母发成B 然后呢把A L L连起来就读B O BO B O BO 就比较轻松了 好 这是第二个字母 第三个呢是Letter C 好 我们来看一下Letter C 它会有很多声音 Letter C呢我们平时见到很多 比如说Cake Cat 好 那C它真正的在单词的声音的词上是Fuck Fuck Fuck的声音的 好 那比如像Cat Cat Cat 好 刚好A刚才我们讲过是发A的声音 C和A发在一起叫Cat Cat 好 那所以孩子们知道不需要背 那只需要记得每个字母不同的这个在单词中的声音就可以读音了 类似像这个单词呢C A K E 我们就要把第一个字母读 然后A呢是它字母本来的声音 A 然后再K 那么最后就形成了Cake这个单词的翻译方式 好 然后接下来的字母呢是Letter D 我们看一下Letter D Letter D呢跟Letter B是比较相似的 很多孩子呢不太分得清B和D 对 那像如果是这只手 那就是B Letter B hand 这个呢就是D hand 所以很多孩子分不清这两个hand 以及这样字母的写法了 对 那D它的声音是D 好 比如像Dawg Dawg Dawg D是发D 但是呢它在字母里发D 好 我们拿过一张单词卡 看到这个单词卡片的声音是Dawg The O or the O N U T 那就联合在一起来读成Dawg Dawg 所以这个D呢还是有意思说 哦 那我这D的字母的声音是跟它本来的那个字母的发音是不一样的 好 然后最后一个呢是E 嗯 这个字母应该是非常popular的一个字母 好 那么这个字母呢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对 那字母本身是E 但是呢它的字母的声音是发像E 是发像E 比如很简单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单词里像Red 那E的声音是E Not E 是E Red 好 那举个例子 比如像 E E Fant 那就E是发E E E Fant Not E E Fant It's E Fant 那为什么要这个发E呢 那我们后面会有其他的内容来解释一下 但是到目前这里呢 E呢就是发了E 它的字母声音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卡片 那当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孩子们也会有不解 好 那要读E 利 Veta 跟Elephant是比较相似的 但是要读E 利 Veta 好 OK 那么了解了这五个字母的发音之后呢 应该孩子们在学的时候就会去为它一块字母之字呢 声音是声音 那在不同的单词里 不同的字母有了不同的表现 对 就像每一个动物 每一个人物 在一个故事里要出现的不同形式一样 它们都有各自的功能 各自的特色 好了 今天先讲到这里